2009年底屏东县议长会选案件 议长林清都涉嫌一美票50万元的代价向议员买票 而院检经过三年的侦查审理之后 全案终于定业了 最高法院宣判涉嫌行贿的议长林清都被判刑 五年六个月并科250万元的罚金 而涉嫌协助行贿的议员曹益雄 曾益雄以及涉嫌收贿的议员杜春生以及苏贵美 则是各被判刑一年八个月到一年十个月不等 四个人全部有罪确定 尽管三名议员全都获得缓刑 不过也因为持多公权的关系 因此依法从议长到三名议员都丧失了议员的资格